我们尽量啦 就尽量 这个医生还是讲说 能化疗就继续化疗 那至于其他的方式的治疗方式 我们也尽量在做这些事 一人于天出席活动 不过依旧心细着二女儿愿起 经历三次癌症扩散复发 好不容易出院 不过又传出腰部冒出新肿瘤 最近 几其他的心情还不错 蛮坚强的 坚强 前阵子才化疗出院 还开心在脸书分享 一家人吃韩式料理的照片 于院期2014年 罹患直肠癌至今复发过三次 癌细胞扩散到肝 肺淋巴等多处 不过最近又因为感冒 上吐下蟹挂急诊 三天瘦了两公斤 腰部肿瘤 还压迫到神经 导致腰痛 他亚平就弄一些新闻 看看一看到你敏然 然后起期就讲 很奇怪 怎么会有人想自杀呢 像我这样子都已经 一定拼命要把命保下来 怎么会有人想不快会自杀呢 我跟亚平听了这一句话 就觉得 比较安慰一点 他的 他的意志蛮坚强 尽管癌指数飙升 但是庆幸于院期的心很坚强 想为孩子再多努力 于天 李亚平也算松了一口气 眼前能治疗的方式 能化疗 就尽量化疗 就看能否有意志力和奇迹 战胜并魔 TVBS新闻装权 神蒋乐斗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